花蓮市民代表会市政总执询议程 5号进入第三天 由市民代表蔡易洋、蔡易中、林百瑞、蒋邦法等四位代表 分别针对多项共同建设 以及市民用入安全的应急 向公所提出建言 花蓮市民代表会市政总执询议程 在5号进入了第三天 首先是由市民代表蔡易洋进行执询 这一次的会期 我会针对几个危险的路口 它的交通耗制 那还有电线杆的前移的改善 去做一个追踪 那还有了解现在的状况 第一个我会提的路口是 那个南京街跟中福路的路口 它是符合架设红绿灯的路口 但是目前还是没有架设红绿灯 那因为它也有电线杆卡在它那个路口 所以每次大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卡到 而且附近也有旅馆业者 所以很多的零停车辆都会停在那个路口 导致那边的交通事故特别多 那公园的部分 就是像白灯塔公园的一些运动器材 它会发出很严重的噪音 导致邻居都不得好好的休息 还有像长颈鹿公园 它也是一直开放维修 开放维修 还有国富十街公园 诸入此类非常 我会一个一个的去做了解 很多公园它却涉及了很多的不同单位 去做公园的规划跟维护 所以导致我们的进度都是非常的延后 这次也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做监督 市民代表蔡益中 则是针对市民的用路安全 向公所团队提出建言 去年底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民众反应 我自己有发现路上很多的这个 反光镜是有被破坏的状况 那公所这边因为厂商的招标问题 它所以没办法执行 我也有千金费请 我们今天的课去试着求理 对对谢谢代表 对可是它虽然有反光镜 但它并没有有实际的用途 因为它照的地方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 你都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反光镜 它是要看哪里 那交通的部分呢 由于我们花莲市有非常多的地方 反光镜都有出现损坏的情况 所以建议公所基于交通安全的考量 希望能够做一个整体的盘点 来做修缮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香榭大道 现在正在做这个人形孔盖的整修 那福建街广东街 两侧南北向的柏油 衔接石材的部分 因为有之前施工的坑洞 那希望公所能够跟县府来做沟通 我们尽早把它重新铺设完成 而市民代表林百瑞 则是针对辖内的多项工程 进行关切并提出建言 我们那个佐藏公墓呢 整个的道路两边是不一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个部分的道路 是15公尺的部分呢 我们县政府和施工所能够配合 把两边的公墓呢 征收以后呢 就是把整个计划道路 两边的道路呢 都把路线找好 以后呢 两边都能够通 使交通呢 更能够顺畅 还有呢 就是说 国庆一街的部分呢 就是 我是希望说整个的电杆和旁边道路旁的一个勾举 改善 电杆的部分呢 赶快往地下化 经费的部分呢 赶快去 有个着落 比如说在 活动基金 能够争取的经费 还有我们的灌溉 灌溉的勾举的部分呢 道路的部分呢 能够赶快 赶快着落 赶快把它做起来 增加道路的宽度 安全性就比较高 人车安全 最后是轮道市民代表讲帮法 他则是针对活化社区等议题 向公所提出建言 我希望说我们那个大城附近的计划道路 能够尽数的规划完成 这样附近周遭到百姓 他们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时程规划来 向县政府申请建造 或是都市变更以后变成 他们都可以防止改建啊 洗照都重新再开始 因为你把那计划道路打开以后 我们那边有分计程区跟那个开发区嘛 那计程区它是准备要都根 可是那都根非常的困难 矿会会费时啦 我在想你先把那都市计划道路 开辟以后 使附近的居民方便出入 救火救护等都方便嘛 那自然那个地段如果说交通便利 建商有意来投资来开发 就会有兴趣了 这我希望说赶快能够把这个 进建它那个解禁把它开发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也已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记者徐立琴 华林斯报导